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日的日期是11月28號 今天就和大家看看所謂敏感話題 大概說一下 新疆烏魯木齊受疫情影響已經封控了幾個月 在過去星期四發生的一場奪命火災導致十人喪生 有指是涉及過度防疫而釀成的慘劇 之後出現一系列抗議示威 包括烏魯木齊民眾上街抗議示威大叫解封 以及上海幾百人深夜集會悼念烏魯木齊大火的死者 以及高叫不要核酸等口號 還有清華大學學生舉白紙抗議 以及北京大學學生叫口號 說霧實不是躺平 爭眼看看世界 對於一系列的消息 西文會先和大家看看網上留言 再說一下自己的看法 有網友留言說到 看看世界 美國的新冠死了多少人 美國才三億人口 而中國有十四億 你猜中國要死多少呢 也有留言說到 印度也有十四億人 都沒有封城 但新聞沒有報導印度死多少人 那是否代表印度沒有死人呢 那不是的 西文自己少少的看法 就反問一下 內地的那些封控 可能真的做得不好 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可能真的有直接間接導致一些人的死亡或者受傷 但你估計 即是沒得準確去講的 你估計 大概有幾多人因此死亡呢 有沒有一百萬人呢 有沒有一千萬人呢 你估計 美國的新冠死亡人數是否真的只有一百萬人呢 你估計 印度又有沒有一千萬人因此死亡呢 另外 亦都想和大家看看一些新聞 在今年八月 其實都有一則新聞說到 日本十四間醫療機構 聯名發紅色聲明 警告疫情達到災害級別 當地醫療系統崩潰 救不到一些原本能救得到的性命 亦都有今年八月的一則報道 美聯社報道當中說到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和2021年 美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兩年之間下降了接近三歲 上一次出現這麼大的降伏 都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亦有一則幾日前的新聞 說到法國一位老婆婆 因為跌倒而導致腳部骨折 去了醫院 醫生都說要做手術 所以前一天就要空腹 但是因為醫院的人手不足 延期到明天才再做 很不幸延期完去到明天 所以餓了兩天 然後又不夠人手 又延期再明天 然後又沒有食物 當時期間不斷跟護士說 我很餓 很多日沒有食物 但是護士竟然繼續跟她說 你明天要做手術 所以現在是不吃東西的 結果這位老婆婆八日沒有食物 最終在法國醫院上 鑑生餓死 在這裏問大家一些問題 你覺得法國醫生護士質素 是否真的這麼低呢 還是她是有心殺死老婆婆呢 三不識七 還是真的醫院人手不足 導致這種瘋狂的案件出現呢 類似這些案件 又關不關疫情導致醫療系統承受壓力 一方面大家會看到 西方在這裏報導他們的經濟有多好 但是他們平不平衡得到 他們的醫療系統 因此長期承受著一些沉重壓力 例如人手短缺等等 導致更加多人反而死亡呢 這些事情他們往往反而不報導這麼多 另一方面 確實有些聲音有說到 其實新冠病毒經過多次變種 殺傷力已經大幅下降 這也是事實 但亦有網友舉一個例子 就是香港例子 今年年初 即是香港的第五波 Omicron登陸香港 在香港造成大約一萬人的死亡 當時很不幸 整個城市是非常沉重的 那麽粉花爐也是要等的了 要排隊的了 其他病人是進不了遠的了 其實那些新冠病人 有一段時間都是要在外面睡帳篷的 經濟就停頓了兩三個月 那這裏就反問了 內地人口大概是香港的兩百倍 平均醫療資源明顯都是少於香港 你猜又會死多少人呢 有網友也有留言說到 即是今日其他國家的放寬 是因為之前可能死了幾十萬過百萬人的死亡 導致這個免疫成果 若果中國是隨便好像外國那樣開放的話 即使死亡率只是以往的十分之一 又不知道這班大學生 到時願不願意去成為那十分之一呢 另一方面也會有些人問 現在這個情況是不是顏色革命啊 那些學生是否當他們好像香港那些黑暴去處理啊 對於這些示威人士和香港黑暴呢 我覺得其實這裏是可以簡單地問一下大家的 就是現在你看內地的示威抗議 有沒有放火、扔磚、扔燃燒彈呢 有沒有拿把刀插那些執法人員呢 有沒有組織那些以坦末政府為目的的行動呢 有沒有提出那些以顛覆國家政權為目的的所謂五大訴求呢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起碼在現在這個情況來說 將內地的示威和香港那班黑暴做比較 是完全沒有可比性的 不要說內地有反對聲音就肯定等於香港那些黑暴 不同的反對聲音是有不同的事情的 也都這樣進一步說 雖然Simon就不能預期預計 內地的示威最終會發展成什麼階段 那你有沒有想過 假設處理妥當 大家最終都OK的 過到去 那你就進一步證明 其實內地是可以有這些反對聲音的 是可以出現的 但是你是以破壞為目的 那就是另一回事 另一方面也有人說 不是說全部 會不會是有些人 有些別有用心的組織 在背後煽動這個顏色革命呢 不要說全部可能有些 這些我覺得普通人就沒什麼意思 即是回答不到 等那些官方或者內地警方查到什麼 那就自然會公佈 但是也有一些網上的分析 如果按照顏色革命的劇本來說 下個重點可能就會是 將一些示威者和執法人員 是不是爆發衝突的畫面 又或者那些外來人士 不知道是不是怎麼扮成受害者 造成一些示威者人士受傷的畫面 從而將一些矛盾點 就推到執法人員身上 到時的重點 就不再去討論防疫的鬆緊與否 正如今天的黃絲黑暴 是根本不會理會陳同佳殺人案件的 細放媒體也不會報道 19年那條逃犯移交條例 其實在國際上是一個相當普遍的法例 細放自己政府普遍都有 最後Simon也講一下自己的看法 相信一些有留意內地防疫大方向的人士 應該不難理解 中央沒有說出口 但是你看到他的步伐 應該是轉向如何放寬防疫措施的大方向 而在這個時候去抗議示威 你說抗議某些地方政府 某些位置是否做得不好 那是另一件事 那些位置是抵插的 但是去爭取加速放寬防疫措施 或者甚至一步到位全面放寬防疫措施 這個時候提出這些想法 又是否是好時機呢 要想一下到底這個放寬的步伐 的快慢應該怎樣判斷呢 好坦白說Simon很明顯是個行外人 我應該沒什麼權威 但是你也會看到一些網上的聲音 可能會說 哎呀可能內地人看到那些什麼世界杯直播 那些美女不用戴口罩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可能了解到 哎呀外國 可能一些國家地區 完全開放自由的經濟活動 固然看到其實這些是好處 但當看到這些好處的時候 你又可不可以了解到 當地的醫療系統是否出了問題呢 不要說一些發展中國家 甚至一些發達地區 可能他們都承受著 異常沉重的醫療系統的壓力 包括香港其實我們還有些防疫限制 但是近期的那些醫療系統 都開始有壓力了 都有說可能又要去CUT那些服務 這些又是不是我們接受得到呢 就要大家想一想 宏觀來說 整個判斷應該怎樣判斷呢 我這個行外人就沒什麼好說 只能夠說就是相信中央政府 這個位置是我的看法 一些反對的聲音 用什麼理據去說 我想增加這個放寬的速度 也是他們要去面對的一個問題 最後呢 跟大家講一下一些無溪 或者講一下笑的話題 有些聲音就說 現在這個情況 會不會最終導致這個 中央政府下台等等 我覺得大家可以倒過來想 雖然現在有一些反對聲音 一方面就是想放寬防疫 另一方面就是地方政府的做法 是不是做得不好呢 管治水平是不是不夠呢 某些醫院 人家去到你門口 都非常不舒服 你都不去醫治他 你沒有位置都還說 雖在你有位置 這些死根規矩 其實是很昂奪權 就是底子被人插的 是不是應該改善它呢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你仔細地想 在放寬防疫這方面 你要想這些反對聲音 其實它是不是真的 和中央政府是敵對的呢 不是的 其實剛才也跟大家說 中央政府雖然 可能不要說出口 但是大家都理解到 其實它現在是想慢慢 轉成這個放寬防疫的 只是那個步伐 大家不同 這些反對聲音 現在不難理解 就是想快點放寬防疫措施 這樣的意思 但是暑龜同途 你理解到 他們都是想放寬防疫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 其實這些反對聲音 某程度上 和中央政府是同一組 只是步伐有些不同的 是吧 說得不好聽 中央政府都不是完美的 到時可能放寬到某一個位置 醫療資源都是有限的 到時可能真的難以避免 都是有一些醫療事故會爆發的 可能某些地方 焚發爐又會起到排隊 這些都可能真的去到某些時候 無可避免了 但是這個時候大家就看到 難道到時你又走去 怪中央政府 為何你放寬 現在搞到 又有可能有些人又死了 但是大家都意識到 整體上也都有一幫聲音 也是想放寬的 所以大家可以倒轉想 這個反對聲音 到底是否真的反對中央政府 又未必的 另一方面 也有網民留言說到 搞笑了 又說大陸監控很厲害 為何黃媒拿到這些片來報道呢 那即是怎樣呢 那即是讓你報道 而美國經常在屈我們新疆 但是連一條片都拿不出 為何呢 就是做假都免得做假 那即是吹就OK了 最後補充一下新聞消息 最新的新聞說到 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樂堅 今日被問到相關問題時回應 社交平台有一些別有用心的勢力 將大火事件和防疫限制聯繫起來 相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人民的支持下 抗疫戰會取得成功 另外報道還說到 英國的BBC就指 一名記者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採訪示威期間 被警方拘捕以及嘔打 幾小時之後獲釋 趙樂堅表示BBC的聲明未能反映實情 根據從上海當局了解的情況 有關人士未有表明記者身份 亦沒有自願出示記者證 呼籲外國傳媒在中國境內 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 好啦 今日的消息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下期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